记者谢介于南投报道,保德性志工基金会志工服务评审成绩出炉,国立南投高商再次打破记录,除了学校缔造连续三年荣获服务教育凯模奖以外,今年更多达124位学生获得志工服务奖。 以改校日夜兼部学生合计约1000人而言,平均每8位学生就有一位得奖,堪称是最有爱心、最爱做公益的学校,也让师生们更坚定深耕社区的目标。 南投高商并持一班义服务,一社义服务宗旨下,全校30个社团除了轮流担任志工任养学校旁的社区活动中心及公园环境维护工作以外,每月也会定期前往南投仁爱之家等社福安养机构以及南投南基等医院进行关怀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志工服务在师长带领下,也不再局限于国内。 去年学生便利用手教带着满满的爱心物资远赴越南协助偏强弱势的小孩,不仅开拓更宽广的视野,对于人积极积极爱心无国界的志工精神,也更能感同身受,以致学生获奖人数也从去年109人增至124人,实在难能可贵。 南投高商校长何景彪指出,台湾坊间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世人,因为充满了温暖的人情味,许多人也都愿意在别人发生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更何况从事志工活动除可让学生发挥爱情爱人的情怀以外,对其人际关系品格操守等方面的培养也都有正面注意,期许学生们能朝好还要更好方向努力,成为社区的好朋友,好帮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